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峰 Hello 我是TC 今天的内容就会说 首先回顾10月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看恒指的走势 去到中间 我们有什么操作策略 可以让同学有获利的机会呢 去到11月的时候 TC又会如何去判史 如何去操作他的策略呢 先问回TC 10月的时候同学的成绩是如何 我们10月的同学做得不错 因为我们其实 其实我们判市都是当10月 可能是一个逢高沽的市场 因为我们也看得淡一点 通常我们的同学都不错 获利方面 很多都是用其权去做这个策略 我们都是主力做投资的市场 我希望 再告诉大家 有时候我们判市 好像之前我们聊天 10月股灾股灾 其实按一些旧历史的数据里面 10月又不是真的 经常发生大跌的市场 所以我们其实 真的没有发生 真的没有发生 但我们做的时候 又怎样可以借用一些工具 可以好好去做到一个获利的策略 那看回呢 其实10月都是一个盘整 就是上落的格局 没有一个很大的波幅 那在期权来说 会不会说 因为走不了大波幅 所以就虚一点啊 差一点啊 其实呢 是对的 小空你说得对的 有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借做一些策略 因为传统的 我只能说 就是啊 你用Long Call Long Put的话呢 其实我们所谓的时间值 或者一些 因为引申波幅 就冲了在顶上 然后再回落 感觉上 其实它也是走下去的 那但是 我们看回 如果你纯粹用最传统的Long Call Long Put的话呢 其实可能看回 你就不会有太多获利的空间了 那反而就是 我们同学用了一些 期权的策略的话呢 他们很多 都做了不错 甚至乎 超过Double的策略 那我跟你 和阿余sir 我们都是因为 判到的市场的话 我们做了一些 期权策略 那我们这边都OK啊 那我们做了100% 就是做了一倍的回报 翻了一倍了 翻了一倍了 因为就算市场最终 在17点 坐不下的时候也好 10月中 它升完在顶上 约磨18,400点左右 它就顺势做回落 然后接着 去到 约磨最低位 16,800也好 那我们17点左右 我们的期权策略 都吃了户了 做了100%回报 上次的影片呢 其实我们也有说过 因为我们看 恒子呢 有急升的机会 都是可以去开潑的 那刚刚好 刚刚说到 刚刚上次突破 拿下港通道 怎么做呢 那我们优先的看法 都是它去到前顶 就潑一潑它 结果它真的去到 18,400个位置 就是前顶位置 就立刻急插了 那就是给了我们 一个很好的 入场开潑的机会 没错啊 那关于逢高开潑那里 那上期 我们也说过 一个信号 就是叫outside bar 那当outside bar出现了 就有机会是一个 不错的开潑位置 没错啊 小枫 这么巧啊 去到10月13日 那些日子 就有一支很大的 outside bar 真的 一撞完顶 立刻就outside bar 对啊 那我们当时也有同学 提问一下 喂PC 看到一支outside bar 那我们应该怎么部署啊 或者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我们的策略啊 那当时呢 我又做了一个 不是小通计的 就是我提醒他 若望由2023年的1月份开始 嗯 大概出现了 比较疑似的outside bar 若望我肉眼看到了 那三次的 那三次之后呢 都会跌一段 都大件事啊 都会跌一段的 那我就提醒同学生 如果看到outside bar 的话 我们可能有机会 偏向都是看淡先的了 那现在做一些 我们可能期指 或是期权的部署 那 都很幸好 今次outside bar 和之前那三次都一样了 对中那段都跌了超过800点的了 是 历史真的不断地重演了 好了 可以看回我们的智能指标 这个多空转换线 那其实见到呢 就是继续在红色的多空线下面 不停都会撞起来之后 就立刻跌了 是的 那唯独市呢 去到大概10月10日 那个位置 就升穿了 下降通道之余呢 也都有一个指标的提示 就变了做纜色的了 那就是 其权来说呢 就是在这些位置 也都可以去做一些叫做long call 就是炒很短的 可以的 可以的 因为刚才小枫说得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见到 我们用个智能指标 看到的事可能有机会有一个 转势的方向出现的时候呢 其实 由于我们都害怕的 有时候我们都害怕的 就是会不会去升不穿 或者就算升不穿 当前很喜欢是有些假突破的嘛 那我们最稳定就是用一些 期权策略 可能是做一些 好像刚才小枫说 long call 或者有时反过来 做一些long put的时候 做回一个保护 那我们两边做完的话呢 其实如果有时期权 走到越中或者近越尾的话 其实有时期权金都消耗了不少的话 其实都未必太贵的 那我觉得都是值得做的 那我们在 今个月 十月份 我们发觉在智能指标中 我们看到有机会 黄金 黄金有机会 有一个 是呀 有一个 不是说大升 看到一个转势 向上的机会 那我们就立即发图 在群组里面 那天我还记得 很努力 星期六 那我就看一看同学生 一星期六 我就有点空 看一看 各个商品市场的趋势 那我看到黄金很特别 因为 去到一些 我们叫做 转角位 那有机会 只要升穿一些 我们定了的位置 升穿一些 定了的位置 加上多空线 当然 的时候呢 我们会比较 主力看上的 有哪个ETF可以选 是啊 因为始终有些同学生不计 有些同学生可能会比较新手 那我们都叫做 我们都要手把手 看一看它 如果炒炎货太刺激的话 那其实呢 它可以考虑 用一些ETF 相对安全 和波动性会低一点 就是我们叫做 容易坐得稳 升的时候 跌的时候都没有 不用那么担心 那也都有些同学生 因为由于可以看到市 的 少少地玩 0.1 0.2 那我见有个同学生 都很好 在这一段升落 都赚了5000元 嗯 是啊 因应自己的一个操作的习惯 看看想坐稳一点 去选一些ETF 还是可以短炒的 用一些可能叫做CFD的工具 去做这个出入市的 但是这个指标 无疑也都帮了大家 去找到最适合 最理想的一个转世 入场买多的位置 咦 那我们说完了行指 和说了黄金的判市 原来还可以看股票 那么TC 你怎样在这个当线 分辨到Tesla 去做这个put的机会 你可见到你两天之间 都有十几%的进账 是啊 因为当时我就见到 咦 Tesla跌穿了我的当线 那我见到咦 应该有机会 加上我们看了幅图 大趋势 其实是向差的机会大 那很好幸 那真的是 业绩功夫了之后 那我自己第一天 我就用了五柱 去沽Tesla 那我自己呢 其实头一两天 已经吃了四柱 那因为我的仓位 上面留一柱 最后再看看 那个势会不会再跌 可以再多些 是啊 那如果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再大跌的话 那可能我最后一柱 都会吃完 就会离场了 那如果对于 未来十一月的市况 就是TC 有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因为呢 我们经常的想法就是 如果十月 其实是门局来的 那会不会去到十一月 真的有一个方向走出来呢 OK 那我又喜欢做多方向的判事 因为我就不喜欢做单一判事 因为我觉得始终 人应该会多看一些 不同的资讯 做判事的话 可能会多一些idea 也会准确一点 那我又好像十月的习惯 那我们不如先看看 过去的历史数据 究竟其实十一月份 升的几率大 跌的几率大 次数有多少 我们会从那里先看一看 这个十一月 从过去历史 我们会不会看到一些端例 那小枫 不如你试一下 究竟过去期指 过去二十三年的十一月 究竟升的几率 即升的次数多些 还是跌的次数多些 十月你就知道了 十月上次好像说 是升的几率多些 对不对 十一月我猜跌的几率多些 哦 这样呢 那就不对了 但是他们是接近的 那我们看过去二十三年的 恒生指数 十一月份 原来升的呢 是有十三次的 而跌呢 就有十次的 那他们是接近的 即不是说大比例 7对16 不是这些大比例 13对10 那就是说 其实按跌那边 我又不是说看得那么用力 因为看到原来也有十三次升 那当然了 那十三次升 是不是代表下一次升 我们当然不知道 但是我们当一个资料证去参考 那至于波幅 那我们其实看回呢 有超过 有超过呢 是百分之六十五个巴仙加上 其实呢 它的波幅有机会超过七个巴仙 超过七个巴仙 那如果 超过十个巴仙的话呢 其实有超过三十五个巴仙 过去十一月份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 都是大基率多的波幅 是的 如果hl生基金 如果佳新市约磨接近18.000 这样的水位 那我们去算 那如果属于7个巴仙 或楼上的话 那它也有机会多1,12点的波幅 其实如果假设去走一个大单边的话 那就是有机会升或一跌 也有一个1,12点 当然啦 它亦有一定的机率可能走回习波幅 习波幅方面其实也有三十多个%的机率 那看回我们的智能指标 多空转换的这个信息上面 那图标看到它最近已经有一支大阳烛升穿了 那现在其实就看它会不会可以 re-test到这个多空线的区间 那如果它能站得到的话 有机会再做一波的反弹 那下一个的大阳烛力位就会是17663这个位置 17663因为有几个底的阳烛力 还有一个上升轨重叠了 那如果可以破到这一区的话 那下一个大阳烛力就是1076 那也是一个叫做 相对地中期一点 由9月去到现在的一个下降轨的阳烛力 那如果是想着逢高开波的话 那或者TC都可以留意一下这些大阳烛力的位置 如果它真的有反应掉头的话 有可能就是你很好的一个出手的电话 那你觉得怎么样 如果是去到这些阳烛力位 我相信我或者我们的同学 都会在这些阳烛力位 叫做大的阳烛力位 就是层级那样的阳烛力位 我们都可以做一些期权策略的部署 因为期权最可爱的地方就是 它是可以输有限 只能输期权金 但是赢了可以有机会倍数 或者几倍这样去给回报我们的 OK明白 就是几百元都可以玩 几百元都可以玩 好过买绿合彩 好过买绿合彩 还有我们觉得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试一试自己眼光 都要做一些交易的 嗯 好了 如果它真的去到一个升势的话 你一定会令一边商有 有一些赚的去升 一路赚的去升 没错 因为其实一般来说 我们月头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些很安全的策略做 我们叫做做和网易的策略去做 同学就会做定两手准备 万一我们forecast市的时候不似预期都好 那其实我们做和网易的策略 都可以帮我们 是捕捉到另外一边的获利的机会的 那今天的内容就大致去到这里啦 如果想了解多些我们智能指标的应用 和TC的一些其权的策略分享的话 也欢迎点击连结 或者用这个QR Code 那就可以参加我们的分享会 拜拜 拜拜